我们看这个控救一救,在百十五条, 原来是要抓丹七龙教授来做集会游行的守谋。 控救一救,不是集会游行案件。 我要怎么打个礼,让大家知道。 譬如说,警察对他的先生有殴打伤害的事情。 那这位太太就去找了十个她的亲朋好友在现场说, 警察你不能打人,警察你不能怎样,对吧? 那问他,这准警察可以说这是集会游行员? 这跟这个案件同样, 这个案件是一个黄信的妇女, 这个案件是要抓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我们来看看。 抓这个案件是说, 法务部、行政、自行数、信贴分数、 主任、自行官、理贵分、太金人、安定, 你到底贴到多少资金? 十万、一百万、一千万, 金附权。 黄信这个志工,由警察抓走。 那用现行犯,现行犯把它逮捕, 然后抓到里头, 那里头整个很复杂。 这跟一般案件不同。 一般案件, 过去什么条文都会说, 按照现行数犯, 95条第一项就是要求要告知罪名。 现行犯逮捕要告知罪名, 可是都没有告知, 那里头发现很多事情。 这件事, 指法究竟有没有遵守法律界限? 那现在说的是红线, 大家踩红线。 那我们要问警察机关, 第三, 你有没有遵守法律的立设限? 对于公务人员, 指法有没有, 守法有没有遵照法律, 大家在救这个皇妈妈。 所以是行法里头的, 紧急避难, 紧急救助。 所以这个法律关系是这样的。 这个法律关系, 绝对不是极会游行法。 所以, 当时, 竹北分级, 这个谢伯贤, 他一向就要把他导到, 所谓的极会游行法第29条。 所以你要注意哦, 他为什么要叫丹志龙教授丹教授, 他就是要设计。 他的想法就是要计会游行法第29条。 我感觉这个案件不是单纯的案件, 一个197年, 我一个大大研究所的时候, 一阵就是要抓他在哪里, 但是他都有设计好。 台大法律研究所, 一阵就有很多调查丘的人, 你来, 要怎么来啊, 什么都有设计。 我明明是从台北到新店, 各担一个人去, 对吗? 说我率众120个人, 要去地检署, 要怎么样。 所以他到地检署的时候, 就已经要抓人。 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案件, 实在要好好来探讨。 因为这个, 这就是勘设。 这个控救一救的事件, 绝对不是法律事件, 一定变成政治问题, 政治事件。 所以, 我们要看到, 一救七救年, 十二月斟斋, 麗里都事件, 一样的事情。 我们这个控救一救的案件, 是怎样? 人前事件变成政治事件 政治事件变成法律事件 法律事件又要把集会游行法29条拉来 然后要把陈志龙叫做当守谋 然后用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讲守谋都有政绩的 因为在他们的文书里头 一个叫做蔡定宏副所长 在他的里头的一些群组的line里头 都有公布整个问题 整个的他们的想法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案件跟美国当守谋有很小小的 跟1996年太军人案件 也是同样的 是什么 也是设计好的 也是安排好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 控告一告 我们要知道 这个案件 是怎样出案的 他们有领奖金嘛 对不 领奖金没人知道 还有提早打架 提早打架 可以打架的架比较高 对不 这也违法 所以这份违法的事情呢 跟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按照 岁间基正法第三条 岁间基正法12条架 这本来就是 就是一个夹岸 夹岸就是没钱 不可以拿这个纸 这个拿这个纸 他要准备拟 当然要切一个方法 切一个 切入点 叫大家不要接受 怎么说 因为这个 买楼 台队都有那种车 这一台很减销 对不 那车就是说 大家 这个法税改革 他每天你看 会火大 压生 对不 会不欢迎 不欢迎想什么方法 就是要 一网打进 一网打进 一面呢 叫大家 定立一个标准 以后一挤牌 就限制足迹 对不 人民的人权 言论自由 宪法言论自由 都没了 这个是不是可受公平 人民能不能质疑 这个奖金 到底要不要拿 要不要吐出来 是不是 那你现在人民 也不能挤 挤了 以后签立这个例子 以后所有人 都不能挤牌 这是一地点 然后他先把 陈志龙教授 用 集会优先法 二十九来拿起来 其他到时候都拿起来 他就出问题 没关系 因为他后面扣送 祝伯六家派出所 李贵芬 就已经做一个告诉 说人家 人家 狂碍他名义 但是到 0919 原本 这个 有个拟警 就是找 这个 黄姓妇女 本来找 本来就没事情 要不然 又离开的时候 要不然 我们住在后边 有卡电 卡电 他又回来 又会捏掉 这卡电 是靠下来 像基督 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怎么变成这样 变成这么复杂 变成 他本来要告知的罪名 刑事诉讼法 九十五条 告知罪名一直都没有告知 罪名一直在改 罪名突然变成 行刑事诉讼法 三百零五条 恐吓危害安全 又违反格子 这个东西 恐吓危害安全 那一定是 具体危险犯 一定要 一定的属性 可以说 我对你危险 恐吓危害安全 譬如说 我送一个子弹给你 如果是我来公围 来侵害 对不对 我要对你怎么 被告到 被害人 这间 都没有实施了 没有人好的东西 这具体危险犯 公共不会成立 所以这里头 我们就知道 整个问题 没那么难受 所以我们要探讨 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 拦截控局一般 我就发现 有这个问题 大部分警察都好 但是 有人就要用陷阱陷害教说 用这种策略 另外 他的公别社会 就民营要来拗 问人 你要小心 疫情 然后我们知道 零九亿九 加害人 黄妈妈的嫌疑犯是谁 那我们来讨论这些点 我们来讨论这些点 在人民的部分 就是爱欣的黄妈妈 黄妈妈呢 他是一个爱欣的志工 里头就几个牌 真的很好 大家都会正面的评讲 爱心的法所以改革志工 大法官解释 譬如说4至719号 不能用集会游行法来限制人民的自由 因为集会游行法还是有一定的条件 何况本案根本不是集会游行法 本案是为他人的紧急救助 紧急避难 第三人的紧急避难 刑法的第20几条 23还是24条 谢伯贤 分级长 还有这个叫做 叶日仁所长 还有这个蔡文心 所谓1168 他们就在那边 在等我 然后就在那边 按着说 你为什么来这里 然后你要上 我们已经录影录影 录到你了 你想上或群众到地检署 我说地检署能不能来吗 我们要告你 我们想要告你警察 这个烂钱机或等等 或者问题 我们按您身高怎么可以吧 告你强制最终可以吧 他就要抓人 说人在那边要抓 要围起来 你就可以从整个录影带就知道 原本他们是有计划的 所以这个计划呢 是 谢伯贤你自己想的 还是上面有长官教你的 我高度发言 因为我学政治行法 我高度发言是有长官教你的 不是你自己个人想出来的 其他你也扣线 你才敢这样做 一般的局定都不敢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是违法的 这是乱来的 你才敢这样做 譬如说 我们这个太阳花事件 当初蔡英文 东主席 在那一大阶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 来我就 来蔡英文主席 我现在宣告 你呢警告 自职 然后要解散 搞了三次就把蔡英文抓起来 两年以下 中正分级的台北市的警察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 但是你是怎么敢这样做 你的扣线是什么 我们小时候看压品就知道 你看那些是不简单的人物 你是我们凭警政署 还有选择的人 因为你敢做这个 因为你后面的扣线 是警察官 是执行署 还是行政院长 还是总统 还是警政署长 你那边 你告诉他 吴景清教授 他说他要押这次 看敢来压吗 我告诉他 吴景清如果到新竹 碰到竹北 他就会做案 因为竹北分级 他们是一国两制 后面扩刷比较 我们不知道他扩刷是谁 所以我们知道 执行署陈英警大代表 然后里头他就有讲的很多东西 对吧 他说太极门是玩过头 对吧 玩过头 城抗叫做玩过头 尘区也是说明利道玩过头 他怎么都说人玩过头 究竟谁在玩法 有一句献法 人民那么弱 怎么可能玩过头 你那么强 你怎么可以唾弃人民 你看最后要唾弃人民 对吧 你说这样 这 这 这太够了 我感觉这个似乎 有新竹国时代的课 好 我们现在放一个名单 给大家看 来做一个结束 不要让我们的警察同仁 这么辛苦 那我讲 我们很辛苦 我们很辛苦 不这么辛苦 那当然 在这个部分 我想 法的部分 目前是 就是 当事人他是有提告 所谓的 就是恐吓 因为他有心生畏惧 所以他有靠恐吓的罪 罪 罪 你先听我讲 先让议员讲 然后第二个 先让议员讲 第二个是 毁谤 毁谤两种罪 所以 六加班所在跟 事实在哪里 在跟 那个 检察官沟通的时候 那检察官说 要移送 来 陈志龙先生 以及各位先生女士 我是竹北辰议长 谢佛贤 告告 我没有 我没有强暴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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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强暴议长 警察违法 要有强暴议长 依赛游行法第25条 警察违法 等一下的过程 警察违法 警察违法的机会 他妈妈被戴走了 他被戴走了 中文民国 他们说没有签名也没关系 就直接把我妈妈带走 而且他叫我走正门出来骗我 然后把我妈妈从侧门就带走 我根本不吵了 他们就说直接当地检署 然后没有签名也没关系 就可以当地检署 警察违法 你是不要在凡碍这里的安宁了 好不好 请大家早点离开 下去输吧 警察你最大说 我被戴了 你被戴了 警察违法 警察违法案 你小心 你们快让他回来 好不好 谢谢 陈志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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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的劝党民众离开 谢谢 不要推我好不好 你不要推我 陈志荣先生 現在我們理性,剛剛議員講話,我都沒講話 所以他幾排是對議員幾排,對不對 我沒有施強暴脅迫,憑什麼幾排 所以你的幾排是對前面那位議員幾排 那議員有對你施強暴脅迫嗎 沒有 所以,軍局長,局長,你的幾排的構成要件不符 請你收回,不要亂擠牌 也不要汙辱我們台灣的法務部長蔡清祥 他都有講,意圖施強暴脅迫才可以擠牌 而且,刑法第149條明文規定 要意圖施強暴脅迫才可以解散 我們沒有哦,你用強制解散 其實,軍局長,你已經構成304條 強制罪哦 強制罪哦 強制罪 你知道法令沒有強制罪 強制罪 白大退休的陳志榮教授 我希望,機會遊行法 機會遊行法 麻煩請你回去降毒 機會遊行法 厲害 你現在教一個 是我在教人法 你局長回去降毒 教死人了 而且現在為各位進行警告 麻煩各位 為什麼沒有 讓人家把人帶走 好不好 你為什麼把人帶走 為什麼把人帶走 為什麼把人帶走 你有給她簽名嗎 你為什麼讓她把人帶走 為什麼把人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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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你媽媽 為什麼要給她簽名嗎 如果是你媽媽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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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啦 危險啦 你媽媽 你會這樣對她嗎 我們要把高通代代表來 好不好 是陳教授會來說嗎 還是 陳教授 你剛風在 你需要我們高通什麼 你剛侮辱我們的教授 我們請問局長 我哪一句 侮辱她了 你讓她回去降毒啊 對啊 她機會去把 講錯我不能講 你說她講錯 你解釋一下為什麼她想喝 請問一下 沒有講 不能施強暴脅迫才可以解散 機會遊刑法 是要合法申請 才可以施行機會遊刑 不錯了 好不好你自己回去念 不錯了 不要 我不可以藏這個問題好不好 大家反而不可以 我現在只要舉警告而已 這是一個 好來 我們剛剛請問局長 行政處分好不好 誰要來接受 剛剛是所長 請問我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對啊 那為什麼要叫我們說我們違法 我現在告訴各位 為什麼我們這樣會違法 是你們跟我講可以坐在這裡的耶 剛剛都錄起來了 有錄起來了 沒關係 都會去錄 反正你們都直播 我講的話我願意負責 我講的話我願意負責 好不好 來 今天機會遊行 誰有申請 你申請了嗎 我們有機會遊行嗎 你沒有機會遊行嗎 你沒有機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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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遊行 大法 你沒有機會遊行 大家要注意到 他在刚刚有讲 其实我们的志工都非常的很优秀 他们都引用大法官解释了7、8号 这个问题就是集会游行 有些是紧急的根本就不要申请 然后何况这个案件根本不是集会游行 所以他把不是集会游行当做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这个是白天的照片 然后我们就转到因为我找地检署找不到 我是很晚在到 但是他们当时就说原来谢伯贤他已经安排了 然后他就说我善获人 然后到地检署去抗争 所以后来他也在蔡定宏里头有讲 说我带了120个人到那里 拜托 我到的半年我最后才到 我怎么带了120个人 所以这个新竹 竹北他们常常做不时的登载 不时的事项 不时的报导 然后说我带人去 然后说我善获人家 然后我要喜欢检察官讲话都不能讲 然后他在里头集结 然后人本本来是帕圣节 这个新店地检署门口 行程对刺 然后就挤三次牌把所有人都抓走 本来是要这样比 但是事情不如人厌 一天发生 打雷 那一天也发生了 人家紧急就医 然后他们都没有处理 这个东西我想他的集会游行法 是谁教他的 是上面有高层教他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有高层教他的 我觉得0919竹北事件 是一个政治事件 要进行政治大整数 把不是集会游行的 硬拗成集会游行 然后也要把前面去讨论法律问题 要来实行紧急救助的陈志龙教授 也要当做什么要抓起来 所以这个机心勃撤 这个东西又让我回忆到 1979年我在台大研究所的时段 他们怎么策略了 所以我知道之前1.5沙盘推演 那沙盘推演参与的人是谁 这就不简单 所以这件案件其实是不简单 其实是一个政治案件 其实整个来讲 就是让你不要讲话 不要挤牌 不要再争执 我们领多少绩效奖金 不要再往前追 那些法务部调查局 失调出那些人的捡几奖金 还要不要再减少所谓的税务人员的钱 所以这变成是很有问题 台湾的重大人情事件 重大政治事件 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 你再看这个图里头 就很奇怪 原本它应该是在地检署 对不对 它为什么又把人带到左边 从人行道上面 为什么要往这边带 那往这边带呢 它为什么一开一口 就这样插着 然后想说 我这善动群众 我们都录起来了 然后其实你要小心 它的那个秘露器掉地上 你拿起来的时候带走的话 它马上现行换代骨 因为你是侵占以示误罪 我知道这说不定是陷阱 它不是不小心掉的 是故意掉的 这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多多研究 政府犯罪的行为的模式 还有它的意识形态 研究它的mentality 就是它的心态 所以这个案件 其实大家要好好小心 现场坐下来 用爱心 用和平 这个很重要 还有社会里头应该要互助 互相救助 为他人的紧急避难 才是正常的法律社会 如果只是冷漠 只是塑胶 或站在助阵的加害人 这个就不行了 人民的宪法潜力 自由身体健康的保护 这个才是重要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一下 祖北的人员 有没有用人民的法律 当作第一优先呢 然后你讲 集会游行法 你有没有注意集会 当然不是集会游行法 但是即使万一退以万步说 集会游行法 但是你是不是 看我这里 你是不是 集会游行法 这里第26条 对不对 你是不是集会游行法第26条呢 所谓有考虑到人民的华裔 人民的言论自由 你有精衡的 有这个所谓的精衡维护 有没有 集会游行法 你要击排 要警告 要自职 都一定要有精衡维护 所以你不能乱击排 你也不能浮在里头 你要击排就击排 但是在这里 人民在暗铃申告 然后在听黄姓妈妈 在讲他在里头的事情 那他竟然会击排 人家 黄姓妈妈出来讲 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是要禁止招待会啊 对不对 那你让一个被抓的人 然后出来举行说明会 你就 现在你有委婉机会游行法 你敢对吗 你敢有注重机会游行法第26条 所以你执法有公证吗 谢谢 谢伯贤帅哥 你执法有公证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几个重点啊 他们在里头就发生了 在这案件里头有四个 五个重点 第一个不认错 第二个不感谢 邪口喷腾 第三个说谎 第四个说情意 其实是有策略的 有计谋的 第五个 仗势霸凌人前 动不动就霸凌人前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讨论 对不对 在这里头 如果你是执法 我还可以跟你讨论 但是假如你不是执法 你是一个政治计划的整数案件 我没办法跟你讨论 因为你有长官 你有上级的意志 所以你会把人 从新竹执行署带来这边 所以你这边就是类似 要做美丽岛事件 要做1996的政治整数事件 如初一策 所以你为了什么样的动机 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行为告诉我 你就是要 翻译 你抓你走 你要白步 你黑步 要面影病 要大家 并有窗 要乱从 所以这是 北极恐怖的 里面有免以恐惧的自由 但是1919事件 竹北事件 是一个恐惧事件 恐怖事件 好 我们再看一段影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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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都是滑井,對不對? -我們兩個是滑井,對不對? -這裡是滑井,對不對? -你現在一送一件事,我們就找... -滑井啊! -他掉了不想多少警察過來? -不是你的轄機是滑井,對不起! -你不要牽液轄機! -施謊跟行政事回憶一下,好不好? -他不知道搞不清楚,亂搞一頭吧! -你怎麼...這不可以見到的? -沒有,一路都是他,他就... -掉了幾十個警察過來啊! -去找地鐵路走,去找地鐵路走! -他就要警察到! -請不要走啊! -請不要碰塔! -我叫碰塔! -你去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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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屁! -你去屁! -你為什麼要對待你屁! -你要是你! -人是我帶來的! -今天的人都是你! -我們都自己來的!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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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沒有錄影 我們都沒有煽動大家去找檢察官 我們都沒有錄影錄得很清楚 我們都沒有錄影 什麼叫做煽動 檢察官 你剛剛有沒有喊說 大家去找檢察官有沒有 檢察官本來就可以找 對不對 檢察官不能找 誰可以找檢察官 你可以找嗎 你要找哪位檢察官 我要找值班 值班是誰 那你們知道嗎 我怎麼知道值班是誰 你們一送了你們當然知道 對不對 我們還讓你走 好 我要走路啊 我要走路啊 我沒有花 我走路啊 你幹嘛動我啊 你不要騷擾我 你不要騷擾我 他們纖維在這邊 不要纖維我們好好走 纖維在這邊 這是誰的掉了 這個不要纖維 這誰的這樣 誰的 誰的啊 誰的鏡鏡上了 剛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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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跟著警察走 你們已經違反奇怪的衣服 反正沒有經驗在這邊 交給你 交給你 我都已經掉了啦 還是你把我撞掉的 我沒碰你怎麼撞到你 剛才那個紅色衣服 我沒碰你怎麼撞你 你亂講 我沒碰你怎麼撞到你 不要無救 我沒碰 我根本就沒有碰你 我根本就沒有碰你 我根本沒碰他 說撞他 我東西還他 沒有感謝我 東西還你 沒有感謝我 說撞你 你頭腦是不是有問題啊 你查污賴人 你查到時候有問題 東西還給你 應該首先感謝我 沒有說我中 我在地上撿的啊 這會變成228事件 你頭腦怎麼會這樣子啦 請問 你剛剛罵我 說我來 來什麼 做秀 又說我來 怎麼樣怎麼樣 你現在怎麼做這種話了 這是戒嚴嗎 這是戒嚴嗎 這是228 還在對待人民啊 怎麼在對待人民啊 怎麼在對待人民啊 還罵人 我撞到你什麼地方 基本禮貌都不懂 這才當警察嗎 這才當警察嗎 誰撞你啊 誰撞你啊 自己啊 不小心掉地上 把你撿起來 你要馬上感謝人才對啊 誰撞你啊 就平常都這樣對 正記拿出來 正記拿出來 誰撞你 誰撞你 我撞你嗎 我連碰都沒碰 你沒說你撞人好不好 那誰撞你 你說啦 你說啦 跟那麼冷 有天啊 我撞你啊 演好笑話 自由錢跑到哪裡去了 我不能 我們的意志有把我們帶到這裡來的 這是意識的自由 謝謝 我私下有跟六家的派出所的警員都談過話 还有跟好多祖北的警察也都談過話 集委訓法29條 什么要除两年以下有基督行 那你乱抓起來 你以为地警署都你家的 然后你以为全国法律的人都没有眼睛 你以为苏贞昌也会站在你这边 你以为陈家居也会站在你这边 但是有政绩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任何人都站在真理这边 任何人也怕你 因为如果你这么狂妄 其实我是蔡英文 我哪一天不知道你会反过头来 把我搞成另外一个美丽岛 大家都在怕 哪一人没在怕你 因为你这么狂 跟没法没天 跟随便亂说 你就可以乱来几排 这样对吗 我们大家来拼拼你 对不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警察 跟随便亚 你不打烟 哪有办法 还有什么苏求 不好意思 看 大家这样一直讲什么 是吗 我想 怎么 很聪明 不是我这样讲 哈哈哈 人家檢查都沒叫我們這樣 你這樣硬這樣搞 你上去就是 我覺得你不夠聰明 我不想講 好不好 那你不要講 我覺得你聰明一點就好了 你要怎麼講 要怎麼處理 現在老天爺都要打理 嗯 我說會有問題 要到 我們就以程序提告 你是所長 你說這樣的意思 所長 沒有啊 所長 那個什麼意思 我是金融首長 我來跟你對談 跟你對 跟你對 跟你沒關 跟你不是吧 一點關聯都不 不是吧 那個一馬回應 對 是不是 你個人的部分要提到 對不對 尊重你的權利 我現在是指責 全面的 這個我們做沒辦法 這個人不是我帶來 人不是我帶來 人是你的人 人都是我帶的 人不是我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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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來 人不是我帶來 人是你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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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祖北 分集長 謝柏賢 你的情義 是叫我要談大前面的 把人解散 然後 其實你要錄我音 其實你要用 集会有新法二十九条 你要达成你的计划 苏院长 苏贞昌院长 蔡清祥这部长 很多人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好 蔡英文总统也非常好 但是如果属下有一个这种 竹北谢伯贤分级长 还有叶日仁所长 还有那位1168这种警察 如果再让他们这样子 能够违法滥用集会有新法 二十九条乱整一套 那我们台湾的法制怎么办呢 原本是一个紧急救助 本来就可以讨论检察官也可以讨论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案例 也可以跟值班检察官说 这样不对的 那现在变成从外貌来看 其实谢伯贤 叶日仁 还有蔡文心 你们有恃无恐 表示你们后面靠山很强大 所以绝对这个不是警察 集会有新事件 也不是法律事件 是政治事件 所以是类似美丽岛事件 1996原来是这样 2020重复1996的梦魇 所以老天爷打雷了 老天爷告诉我们 这件事件不单纯 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闪电 祖北的警察其实很多很好 他都跟我私下就讲 陈教授 你不要以为 这些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心不忍 我们觉得 他有压力 他为了达成特定的目的性 所以他牺牲了法力的正当性 牺牲了法力的精衡 也对人民的生命健康 根本事无落赌 人民发生 被你弄得生病 创伤症候情 你都没有感觉 那派人家今晚叫你的底下人去处理 你惹的祸叫底下人去处理 你这样 说我是最高所长 我可以一列负责任 我不怕 我是工作人物 我都可以负起华力责任 好吧 我们来看看你的影带 好不好 我们现在还在ő 那他是担心的 因为他以后一旦都已经做好了 对不对 对 他其实就是人家 这样 对 他不必要来这边干扰我 对不对 因为 我们今次来按您生告 我们还按您生告 根本能按 不能阻止我 你不能阻止我 按您生告 对不对 对 是否办法 其他人的你去家 好 下万一 哎 有板子 我就拿起来 还是这样子而已 刑事案件 我们在诉说被控诉的 刑事案件 对不对 你不要在那边乱水了 人民在这里照拍记者会 并且澄清事实没有在集会游行 我们不知道警察为什么还要再继续的违法举牌 看下168是不是应该让他出来面对民众 他朋友是怎么来的 168接受美国 为什么车在车下 赶快叫救护车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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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人的健康最重要 婚级长你有没有关心人的健康 你有没有叫医酒 有没有 对我们追人的健康 我去关心他 你下死了 全国的 全国的 不要对 你不要再辞职啦 是你们对我们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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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们都在录影 来 我马上派我们同仁送他去 好不好 你整港都在录影 太恐怖了 你们帮我站到你们送 很恐怖吧 你们119打了没 交给你处理 交给你处理 你们真的是很恐怖 没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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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进所有警察的面 都在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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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录影 他手上都拿着喇叭 他就想要几排 他就想要几排 然后他的针对对象呢 其实就是陈志龙 他想要用几位游行法 那这样他就可以立大功了 那他就可以解决 他背后那些人的困扰 背后那些人呢 他有可能就牵涉到 拿奖金 然后有些人用假案 就是造假 霸凌 贪污 那这些人 全部都被他拯救了 所以 可是天不从能厌 因为你都出了很多很多的状况 对不对 而且现实上 根本就不是几位游行 你硬要几位游行 这样通吗 你以为几位游行话 你说的算 你是专精叫我回家再去读 你 这样对吗 你这样可以这样做吗 明明不是几位游行 你只要看 人性尊严跟行华体系论门 这是我写的书 拉近一点 对不对 OK Close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 做我们的法律 一定要把人当人看 人的身体 人的生命很重要 重于财产 不要倒过来 然后你看 第193页 主窃违法 紧急避难 有避难的情形 然后要去救助他 然后重大利益的维护 因为人的生命 因为人的生命自由健康 总是比你那些财产法律重要 然后你不按照法律 然后你不按照法律 违法的行为 任何人都可以紧急救避难 所以这件案件 竹北事件 其实就是 就是警察 违法执行勤勤 勤勤 然后也不兼告罪名 然后滥前逮捕 也违反提审法 等等规定 然后又滥前等等 所以一般人知道以后 就讲说警察 你一定要依法 不能这样滥前 就像警察把人围起来 大家去围紧急 这个就是紧急救助 这个你不能再用集会游行 那我几个例子 有些警察 把人家的老公抓来打 然后他老婆知道 赶快去呼叫 他老婆的姐妹涛 就来了四个姐妹涛 那讲说 你不要打我老公 再打会打死 那这警察就说 你们有没有申请集会游行 没有急申请呢 这就是非法集会游行 我现在宣布解散 警告制止解散 到底 这里就处于法义的前衡原则 还有所谓的精衡法力 还有我们的法制文化 是不是可以让你胡乱解释 这个是集会游行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好好想 第二个点我们来知道 其实在这件案件里头 让我们写到很多法力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 用大炮打小鸟 可怜的黄姓妈妈 用岩子弹打算要打陈志龙 为什么 大家慢慢就了解 背后当然有动机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一令了 大家就所谓的限制住 路上就没有人钱了 就不能讲话了 对不对 然后路上也没有人 再可以开这种车 对不对 开这种车 因为这种车的人 他就路上都要讲 大家认识他了 所以这有动机 对不对 那路上也没有人再来争执 你这个拍卖 要分二分之一 然后为什么要赶第二拍 因为第二拍价格比较高 八千八百块 如果到第三拍在国税单位承受在六千六百块 那就先领的少 比例就少 然后为什么又要再跟士林分二分之一 因为这个案件有营业税在士林 然后你怕钱分不到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为了money money I love you money 对不对 难道你是为了我们的法制文化吗 难道你是为了我们的公正廉洁的正当法律资讯吗 Due process alone 当然不是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钱 讲穿了 就是为了钱 所以 如果这样一抓以后 这些都不会再被探讨 你的计划书 然后 还可以 1996年的法务部台北市调处 调查局台北市调处 这样就还可以再领钱 所以这样一搞了以后 当然好处很多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觉得谢伯贤 谢伯贤你可以分到这些利益 但是你是帮别人作假 所以当谢伯贤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0919事件 你是不够聪明的 所以你的祖北的警员 好多警员都在跟我讲 我们那些祖北的警察 不太聪明 都是太有意气 帮别人 可是帮错了 你一定要在划的方面 你不能踩红线啊 你不能乱画红线 所以 行政机关制议 侵害人权 然后 现在 0919 0920 要发动另外一波的 政治整数 他的对象 是要把我呢 当作极有法的 第29条的 什么 所以 这个问题 就知道 所以我们也要知道 陈吉 监裁院长 以前也 我有看过他的档案 里头有一些 美丽岛档案 我在 白色恐怖基金会 我看过他的档案 我也知道 他里头有些很多档案 其实都是被政治整数 其实政治整数很恐怖 你不要以为2020年没有政治整数 他如果照样讲照样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后面 所谓的公计 背后有后台 再有后台 再有后台 就是间接正犯好几层 那在0919 这个政治案件里头 他的间接正犯 后面的人是谁呢 谁最有潜力呢 那我们知道 整个有所谓的下手 跟被害人 所以记记记 最后 严凶是谁 我不觉得0919 这个案件 是一个单纯警察事件 单纯竹北警察事件 其实他怎么会用 几位有请法第二九条呢 然后怎么硬要讲陈志荣呢 然后要讲陈志荣是 我明明是去讲 我去警局救助啊 我根本只是一个人 我怎么率重呢 我里头 其实我是最弱的人 我率重 我哪有重 我又不是像你警察 有一队重 对不对 我没有重啊 我没有队伍啊 所以你要讲那些话 我都清楚 好在我没有上你的当 其实很多人帮忙我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案件呢 就是假案诊数 其实0919 第二波的假案诊数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案件真的是 大家要好好讨论 到底它是政治问题呢 还是法律问题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问题 有什么特殊性 跟以前不一样呢 然后 警察用所谓的乱枪打鸟 调仪式争说 计划性烂情 人质强势执法 这都会侵害到 无辜人民的潜意 所以这里头 没有证悟 没有证据 然后 你就可以 自以为之 然后里头 弄出的法律见解 其实 真的 所有的法律教授 法律人 律师 都觉得怪怪的 都觉得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当然是一个 戒严时期的 强势执法 跟我们法治国家的 依法行政 所以我们知道 无罪推定原则 是一个不能够 错杀无辜 所以 是不是有背后人在知道 这个案件 是不是他知道者是谁 那他到底有几层的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呢 都要好好讨论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powerpoint 秀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们知道 在 在公开的情组里头 我们就知道 希特勒犹太人的警译 对不对 在波兰 雷斯法利沙的团结功能 就大家一定一个人受害 我们其他人都要出来站起来 要更多人站起来 才不是 才可以积极国家的霸凌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助理 帮我们忙 他做了很多东西 然后也帮我们做一些 引带 然后这些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很多人 然后警察呢 如果采取这种调查室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很有问题的 对不对 是目的不能够 国家一定要保护大家 司法一定要节制 然后我们不能够用主观 然后为了特定的目的 然后违反法律 然后来扮人 对不对 所以黄妈妈事件呢 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竹北呢 处理黄妈妈呢 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 他是不是用告示文 来告发正常程序呢 还是呢 他是用一个不是 比较不正常的程序 所以呢 我们在竹北里头的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要抓黄妈妈 然后里头呢 有没有告示95条 也没有 然后为什么中间有打电话 那最后呢 到底是谁在指导他 这些问题呢 就意而在 让我们觉得很好奇 也要了解 然后这个95条 有没有禁告知义务吗 有没有犯罪罪名要告知你呢 有没有保持信末呢 有没有显认辩护呢 有没有请求有利自己的政绩呢 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 这个蔡文心说要讲 结果都没有讲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呢 这位就是谢伯贤 这位在笑的就是蔡文心 然后他们觉得自信满满 所以他们执法呢 真的他们认为非常满意 然后也写了这些功劳的东西 然后也网上报 但是他也对功劳不对 那天的解散呢 不是他们沟通完了解散 不对 那天解散是出什么 出了人民的伤害 倒了倒地紧急送医才解散 结果他在报告里头遮蔽到这一点 所以呢 陈家钦署长还有苏贞昌院长 你不要被他们报告 他们报告指报告局部的报喜 没有报真正的问题 所以这问题呢 其实大家要积极追 对不对 他们现在很得意 对不对 然后我们人民就很痛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最后要注意的那几个点 对不对 为什么一直要复教成这种名字 为什么紧急兵啊 又把这种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些东西 夜眼能团眼 然后吃了夜饼就变成回回炎炎 老师那我们要不要开箱切一下月饼 难得粉丝这么好 好 这个 老师那你要先切哪一个 我选一颗好了 好不好 这是台湾最有钱力的人 对不对 超大颗的哦 挑最有钱力的人 切一个 我选一个看起来最吸引我的 最新的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 哇 超大颗的 我们等下大家都有可以吃的 真的 中间有东西耶 中间不是蛋黄吗 蛋黄 然后我这个是那个抹茶口味的 可是 可是他中间有包东西啊 老师那我们开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既然是一张照片耶 秀明接下来 哇阿芬咯 李贵芬 李贵芬最有钱力的人 这怎么这样子呢 开箱 那真的是最有钱力的人 跟老师刚刚说的话一样 那是你抽的 乱抽的 因为我这个 他最离我最近啊 我最想吃这一颗 所以我就切了 李贵芬最有钱力的人 最有影响力的人 哇 粉红色的 哪要选 结果粉红色又一个 哇 这柠檬还这么漂亮 真的超漂亮的 很漂亮的柠檬 你还准备这么好 好想吃哦 我怕你都还没吃饭的 对不对 老师也还没有吃饭 还没吃饭 老师真的很辛苦 为了大家的民主 台湾的自由 对不对 老师 这个人跟月炳 张好像啊 这个哦 这个叫什么 陈殷景哦 陈殷景 陈殷景有 因为他脸红红的 然后这个月炳也是红红的 最有钱力的人 哦 来我们啪啪啪 陈殷景加油 真的是 陈殷景要不然哪一天 来上农哥打怪 陈殷景很应景哦 刚好月炳出现就是你 你是台湾最有钱力的人 前面那个李贵婚是什么 台湾最 最有powerful的女人 最有powerful的女人 哦人哦对 那再来呢 陈殷月炳 老师今天的这个节目还有人说 就是这个世界是竹北228事件 干嘛呢 对啊 因为在竹北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 有人就说这是竹北228事件 哇 今天天龙月炳 是林庆宗啦 啊 连龙喔 欸那个 那个观众是谁留言的 你也可以得到一份 如果 跟我们一起享用月炳啦 跟我们一起享用 我们来看一看 鸭东万狗 我们来看 鸭东万狗 最厉害的人 鸭东万狗 这些人 就在中秋节 晚上开箱 哇 哇塞 真的是熊熬的人啊 侯宽人啊 刚好有押韵欸 熊熬的人 侯宽人 哇塞 他现在是什么职位 真相讲出来 大家了解 就不错了 对 所以我们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知道 谁是台湾最有抛火的人 但是我们还是爱心 关心别人 然后有人心尊严 如果别人受到苦难 赶快伸手去救他 不要犹豫